春暴力集团旗下丽轩酒家首度隆重发布 落成鲍鱼盛宴 贵宾满座 而鲍鱼在中国菜当中一直占据着唯我独尊的地位 自古以来就有品尝鲍鱼的传统 而这样珍贵美味的食材 这次出现在丽轩鲍鱼盛宴的每一道菜品当中 给喜爱美食的吃客们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 不可多得的味觉盛宴以及享受 这次丽轩酒家推出的鲍鱼盛宴 探用南非的五头甘鲍 据介绍在未来将使用更加稀有珍贵美味的日本五头甘鲍 近年由于供不应求 市场上五头以上的鲍鱼已经十分罕见 因此五头鲍鱼被食家奉为珍品 参加过鲍鱼宴的食客都认为这次物超所值 这次除鲍鱼材料珍贵之外 力选行政总厨珍奇恩师傅更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厨 珍师傅以其专业的素养精致的手艺 大胆的创新精神将中华各地美食融合贯通 这个鲍鱼宴的卖点就是做南非的干鲍鱼 是五头的干鲍 在鲍鱼当中它是属于高饼质的一种 现在世界上有四种的鲍鱼是品质比较好的 一种是最好的是日本鲍鱼 然后是南非跟澳洲的鲍鱼 现在品质比较好 还有我们中国的大连鲍鱼也挺好的 所以大特点它是比较糖心的成分比较好 口感比较软滑 比较弹牙 鲍鱼味比较重 鲍鱼干鲍的发制过程 由买回来到送到客人面前 起码是一个星期的烹饪时间 它要泡发 然后再扣制 扣制就是用火 用老鸡火腿 还有排骨 然后经过48小时的扣制 慢火扣制 然后才能做出来 这次鲍鱼盛宴共有八道菜式 分别有开胃的头盘三味动爆拼盘 之后有烹煮48小时的黑松露鲍鱼炖鸡汤 主菜是古法瓦称五头南非钢鲍 金汤鲍鲤野军16果 鲍汁窑柱八菜胆 鲍鱼福建炒饭 百花鲍鱼烧麦黄 当晚的甜点是生磨核桃鹿 今天我们是用那个五头的南非的干包 将来我们会用日本的网包 所以我们想要打造丽萱成为全Los Angeles的唯一的一个鲍鱼的钻卖店 是因为我们的师傅 我们的行政总厨 他在国内已经有很多年的煮鲍鱼的经验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来尝尝 八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Ball Program推出 还有我们的Wine Tasting 我们会在每一个月的星期六 会做一个Special Event 鲍鱼宴我们会暂定每一个月做一次 通常都在星期六 然后我们的Wine Tasting 也会每一个月可能会做一到两次的Wine Tasting 一个是比较Focus在中餐的Wine Tasting 另外一个是比较Fusion菜的Wine Tasting 因为我相信只有我们集团有那个资源是有中菜的大厨跟西餐的大厨可以去Fusion一下 城堡力集团总裁许坚表示 打造力宣餐饮品牌的初衷就是致力于将真正的顶级中华料理带给洛杉矶的市民 而用鲍鱼这款海味真品打头炮也是在适合不过 将来力宣还会定期发布不同的主题宴会或主推荐菜单 天下卫视采访报道